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攀缘心 你的心就不能定下来 你能开悟与否 与攀缘心有关 《冷眼经》讲过两种根本 其中一种心为生死心 即是攀缘心 攀缘心存在 你就会永远在六道轮回 何谓攀缘心 我们都见过猴子 它动来动去 一刻都不能止息 你这一辈子从小到大 内心没有第二种状态 你一定要有个东西可抓 有很多人 一个人没有办法安住 所以只要有人约他去做义工 放生或朝山 他就会去 这也是攀缘 虽然这总比造业好 你在道场待了三天 赶快回到家 想着好久没有联络朋友了 就一通一通地打电话去攀缘 你的朋友让你攀得很累 攀完了 你又攀家里的大大小小 全家人让你累得半死 终于睡着了 这时你要攀什么呢 好久没打坐了 赶快来打坐 攀打坐 打坐打十分钟 腿就酸了 好久没看弹睛了 赶紧来看 看完 倒下去睡 赶快来做梦 你如果能百分之百 看到你新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吓一跳 你谈什么修行 你应该先把它切断 把那只猴子摔下来 让它摔死 不摔死开不了雾 没办法大死一番 你如何开雾呢 它表面上不好不坏 其实从头到尾让你一直轮回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所以六祖对其师兄陈慧明曰 当丙息诸缘 勿生一念 即你攀缘的心当下要止息 你一止息之后就很快了 你就可以见到本来面目 佛教讲明心见性 你彻底明白你的心吗 你彻底明白你新的运作模式吗 你看到你新的陷阱吗 看不到 你就没办法修 很多学佛修行之人 都是这种状态 但他也不悟自己的心 你不要以为修行人不攀缘 他们攀的是 早上起来送早课 送完早课赶快打坐 打坐之后送送金刚经 之后抄一抄金刚经 表面上他所做的都是修行 举个例子 看电视跟看经典 哪一个是修行 会修的都是修行 不会修的都是攀缘 为什么要看电视 因为心没办法安住 你为什么要看经 难道你要考状元吗 你不看经会死吗 是不会死的 但是内心觉得很无聊 觉得虚度光阴 觉得多少修一点也不错 反正没有那些事 你就活不下去 你要观察你的心 问问你的心 你不要以为 师父说送金刚经 也是攀缘 从今以后不要再送了 是因为你不能安住 你才找那一本经来攀 你没办法向金刚经 所言之 应无所助 而是有所助 我所讲的不是 是看金刚经那件事 我说的是你的心 你用什么心 在做那件事 你不可以骗你自己 如果是随缘 那就是正确的 该做什么 就去做什么 不要听完我的课 都分不清楚 不知道自己睡午觉 是随缘还是攀缘 该睡就去睡 不要睡太久 否则就是懈怠 昏沉 放逸 增长于吃 该吃就去吃 能吃饱就好了 人家如果送好的 就多少吃一些 人家送不好的 也是多少吃一些 反正本来一顿吃一碗 就还是吃一碗 我所强调的只有一个重点 你要看到你的心 你知道心在做什么的那一刹那 你的悟性就会升起来 我该不该继续下去 如果我还继续下去 我为什么要如此 没错 那是你的习气 业力 但你不能总是找这些名词当借口 你要思维 我如何突破 这都是自己内在的问题 你要突破到什么程度 所谓开悟 即你的心 24小时都能够保持清静 而你现在的状态是 24小时心都不清静 关键就在于此 问候思维 你懂得死心的真正含义吗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勇修缠 感恩六组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